好 全球第一线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德州州立大学翁吕中副教授 教授好 师传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我们今天看到国际重大事件是斯洛伐克总理费克当街遭到枪劫 而且身中武昌 枪手现场是被逮捕 不过整起事件现在看起来是朝政治暗杀的方向来推断了 所以要请教教授 费克到底有哪一些争议言论 还有斯洛伐克他们国内亲俄反俄的分裂到底有多严重呢 是的 这一次真的是震惊国际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所谓的刺伤 刺伤政治领袖的案件发生在斯洛伐克 当然现在对于凶手的动机 行凶的动机还不是非常明了 可是大部分的媒体跟官方跟所有的专家分析 大概都指向跟政治上面的分歧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斯洛伐克这几年 尤其是在总理费克的带领之下 看来在所谓的亲近欧洲或者是亲近俄罗斯 好像在斯洛伐克的社会出现了一个蛮严重的差距 总理费克事实上他一直以来都被西方国家所诟病的是 他跟匈牙利的总理Victor Alban 还有跟俄罗斯的普丁走得非常的接近 对于斯洛伐克来说 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斯洛伐克长期以来跟俄罗斯的关系 就是在社会上面的关系是不错的 可是斯洛伐克当然内部有非常多的人 其实希望民众是希望斯洛伐克可以在未来 可预见的未来逐渐的朝向欧洲来迈进 也就是更加的朝向民主自由的方向 费克其实在斯洛伐克真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他已经在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的再次的当选总理 所以他在言论上面 当然他在斯洛伐克内部有不小的影响力 而他的争议言论就像我们所说的 主要是因为对乌俄战争的立场上面 这个总理费克他在竞选期间 他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他主张不要再给乌克兰进行更多的军事援助 当然人道的援助还是有的 毕竟两国之间是有边界的接壤 可是他主张的是不要再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甚至认为乌克兰之所以会跟俄罗斯发生所谓的战争 就是因为西方国家的介入 而且北约东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以费克在国内大家可以想象 在所谓的民主派的眼中 费克并不是一个亲近美方的 亲近美国的领导人 那当然国内的反弹声音也是不小的 现在虽然是总理 可是他自己的政党 事实上只在国会当中占有23%的选票 也就是他是一个联合政府的一个存在 费克这一次的预袭事件 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僵局 战争的僵局当中 欧洲有不少的国家 我们说欧盟的27个国家 或者是北约的三几个国家 其实内部真的出现了有不同的声音 只不过这些不同的声音 什么时间会到一个关键点 必须要做出一个关键的抉择 究竟要往左走往右走 也就是究竟要继续力挺乌克兰 还是要继续的谴责俄罗斯 目前费克遇刺可以说是造成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也会让很多的欧洲国家或许会更加的来反思 究竟接下来应该往哪一边来选择 而在乔治亚方面则是爆发数千人大规模的示威 在国会前他们抗议通过的是外国代理人法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利用这个外国代理人法来打压议警 乔治亚的抗议民众把这个法称为俄罗斯法 美国方面就警告如果不修法 就会对他们来进行制裁 其实看得出来阻力相当的不小 但为什么又要强硬来通过 背后的原因就请教教授 是的我们刚才谈完斯洛伐克 其实乔治亚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一样是向左走向右走 究竟要往欧洲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路线来靠近 还是回归到传统的俄罗斯的路线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国家 尤其是前苏联的国家当中 其实在社会内部 对于俄罗斯或者是对于朝向欧洲 一直都是社会上分歧的一个重点 虽然近几年 尤其是民主化之后 大家都觉得朝向欧盟 往经济发展比较好的 民主制度来迈进是比较好的 可是民主最近这几年 确实在全球也遇到了逆流 那在乔治亚我们听到的 所谓的俄罗斯法 或者是外国限制外国这些企业 或者是外国的资金的这些法案 其实最关键的 之所以会被引发很大的争议 是因为新的法案是规定了 只要有任何的企业集团 或者是民间机构 只要有超过20%是来自于 外国力量 外国资金的介入或者是协助 基本上就要被视为是外国代理人 而被视为外国代理人 政府就有权来进行干预 或者是监管 这点造成很大的争议的原因 是因为像乔治亚这样的国家 其实有不少的国际组织 或者是民间的团体 或甚至是社会福利机构 事实上都是靠着大量的外国的资本 来支持大量的外国的援助 所以当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 其实基本上就是对于所有的 可能民间的组织都会造成一些压力 至少是政府监管的压力 为什么大家会说是俄罗斯法呢 是因为2012年在俄罗斯 就已经通过了非常类似的法案 也在2012年俄罗斯普丁通过了这样的法案之后 普丁政府针对运用 就运用这样的法案 针对俄罗斯境内许多的公民团体 或者是社会福利机关 甚至是跟国际有接轨的这种非政府组织 进行了大规模的一些压制跟管制 造成了在俄罗斯境内 可能不同的声音没有办法再传递出来 这也是导致为什么在乔治亚境内 会有这么大的反弹 至于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弹 乔治亚仍然要不断的来做这样的推动呢 其实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在乔治亚的社会内部 有朝向欧洲或者是朝向俄罗斯来迈进 支持这样法案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国会 在这一次的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 国会150席当中有80席 84席是支持的 其实这个法呢 在之前就已经闯关过 而且也就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跟社会的抗争 可是仍然要坚持推动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许多的政治人物都觉得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乌俄战争 就是因为乌克兰自己内部 没有办法坚持乌克兰的立场 而遭受到了所谓的 来自外部势力的干预 简单来说就是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推动 让乌克兰 整个乌克兰的大部分的民众 觉得乌克兰可以完全的摆脱 或者是完全切断 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看到乌俄战争 乔治亚内部也当然出现了这种担心 认为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路线来走 未来乔治亚会不会也变成了 完全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意见 而必须可能要跟其他的国家 发生更大的冲突 坚持自己的立场 是为什么这一次要推动 所谓的俄罗斯法案的主要的原因 不过现在乔治亚内部 真的也遇到了跟斯洛伐克非常类似的 所谓的路线分歧 接下来究竟该如何来平息 如何来温和的收场 恐怕会对于乔治亚来说 甚至对于整个欧洲国家来说 都会是非常重视 而且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